第一单元 关注物价 扩展练习 听录音 选择所听到的词语或数字 一 贸易 二 是否 三 成本 四 流行 五 四十一 六 愿意 七 翻心 八 红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录音 选择所听到的词语或数字 一 贸易 二 是否 三 成本 四 流行 五 四十一 六 愿意 七 翻心 八 红色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四十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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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录音 根据录音内容填空 一 所有特价商品八折销售 二 李先生是我们公司销售部的经理 三 打折的电器都不是今年的新款电器 四 这台电脑的限价比原价低很多 五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 六 五一黄金粥期间 我们商场的销售量很大 仅冰箱就卖出了一千三百七十九台 七 我感觉在中国的饭店吃饭很便宜 周日和几个朋友吃火锅才花了一百九十七元 八 这台电脑的最低销售价格是六千七百九十八元 九 上海真的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购物天堂 今年夏天我在那买了几千块钱的漂亮衣服 十 我的女朋友是一个很贪心的人 经常让我送给她贵重的礼物 听录音 根据录音内容填控 一 所有特价商品八折销售 二 李先生是我们公司销售部的经理 三 打折的电器都不是今年的新款电器 四 这台电脑的限价比原价低很多 五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 六 五一黄金周期间 我们商场的销售量很大 仅冰箱就卖出了一千三百七十九台 七 我感觉在中国的饭店吃饭很便宜 周日和几个朋友吃火锅 才花了一百九十七元 八 这台电脑的最低销售价格是六千七百九十八元 九 上海真的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购物天堂 今年夏天我在那买了几千块钱的漂亮衣服 十 我的女朋友是一个很贪心的人 经常让我送给她贵重的礼物 天空 还会是一个紧爭家? 你胡亣 说在这一件事 你胡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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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录音 根据录音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一 小姐 请问这本英汉词典多少钱? 五十七 问题 这个对话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 二 太热了 咱们买台空调吧 否则会热死的 当然要买 我已经选好了一台 原价三千 现在打八折 你看怎么样? 问题 男的选好的那台空调 现价多少钱? 三 昨天逛街 看到一套很好的名牌西装 打折之后才一千二百四十元 想不想买? 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 还买西装? 问题 男的为什么不去买那套西装? 四 老板 这条牛仔裤是一百五十元吗? 对 原价是二百五十元 现在我只按成本价卖给你吧 问题 卖这条牛仔裤的老板 可以赚多少钱? 五 哎 我们下午没课 去干电影吧 大冷的天 不如在家玩电脑 问题 他们下午可能在哪? 六 李刚 今年你们厂的玩具出口情况怎么样? 依然位居中国守卫 问题 今年李刚他们厂的玩具出口总量 位居中国第几位? 七 你看 这条怎么样? 漂亮吗? 颜色很漂亮 就是太大了 问题 他们可能在买什么? 八 瞧我的羊毛衫 新买的 你猜多少钱? 原价六百元 打折后才一百五十 一百五? 我看顶多值五十 问题 男的的话是什么意思? 九 下次买衣服 还来我这儿吧? 没说的 肯定来找你 问题 下面哪句话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十 小刘 这个可是你没吃过的 两块钱一个 你要几个? 只要一个 我老婆批评我吃的太多了 问题 他们的对话 与什么有关系?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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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什么人 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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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热了 咱们买台空调吧 否则会热死的 当然要买 我已经选好了一台 原价三千 现在打八折 你看怎么样 问题 男的选好的那台空调现价多少钱 三 昨天逛街看到一套很好的名牌西装 打折之后才一千二百四十元 想不想买? 嘿 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 还买西装? 问题 男的为什么不去买那套西装? 四 老板 这条牛仔裤是一百五十元吗? 对 原价是二百五十元 现在我只按成本价卖给你吧 问题 卖这条牛仔裤的老板可以赚多少钱? 哎 我们下午没课 去看电影吧 大冷的天 不如在家玩电脑 问题 他们下午可能在哪? 李刚 今年你们厂的玩具出口情况怎么样? 依然位居中国首位 问题 今年李刚他们厂的玩具出口总量 位居中国第几位? 你看 这条怎么样 漂亮吗? 颜色很漂亮 就是太大了 问题 他们可能在买什么? 八 瞧我的羊毛衫 新买的 你猜多少钱? 原价六百元 打折后才一百五十 一百五? 我看顶多值五十 问题 男的的话是什么意思? 哦 下次买衣服 还来我这儿吧 没说的 肯定来找你 问题 下面哪句话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小刘 这个可是你没吃过的 两块钱一个 你要几个? 只要一个 我老婆批评我吃的太多了 问题 他们的对话与什么有关系? 所谓的对话与什么意思? 我老婆批评我 敢来你 假设我? 我看你 早上不和我 后来 要 你 我可以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是办理完报道手续后 她就拿着钱包来到了商店 小兰最需要的东西是洗漱用品 于是她买了一盒中华牌牙膏 4.90元 五支牙刷 单价2.73元 和一达毛巾 每达20元 当然还有两个洗脸盆 红色的4.40元 蓝色的5.70元 然后她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比如一个笔盒 8.60元 三个笔记本 每本2.55元 以及20支铅笔 每支0.50元 另外 她还买了一些零食 有她最喜欢的巧克力饼 每包9.99元 她买了三包 还有四瓶矿泉水 每瓶1.60元 最后 她买了一支 一元钱的冰淇淋 就高高兴兴地回宿舍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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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学校开学的日子 小兰一大早就来到学校报到 听同学说 学校的商店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来买东西 很多商品都打了折 她是新生 需要购买很多日用品 于是 办理完报到手续后 她就拿着钱包来到了商店 小兰最需要的东西 小兰最需要的东西是洗漱用品 于是 她买了一盒中华牌牙膏 4.90元 五支牙刷 单价2.73元 和一达毛巾 每达20元 还有两个洗脸盘 红色的4.40元 蓝色的5.70元 然后她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比如一个笔盒 8.60元 三个笔记本 每本2.55元 以及20支铅笔 每支0.50元 另外 她还买了一些零食 有她最喜欢的巧克力饼 每包9.99元 她买了三包 还有四瓶矿泉水 每瓶1.60元 最后 她买了一支一元钱的冰淇淋 就高高兴兴地回宿舍了 她买了一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